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小企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 全国除湖北外的硅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超过95% 企业人员平均赴港率约为80% 中小企业开工率已达60%左右 下一步 工信部将聚焦核心产业链 抓统筹协调 抓关键环节 抓政策落地 抓动能强化 扎实有序推动产业链全面复工复产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努力保持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日前国务院扶贫办表示 绝不能因为疫情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实现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复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发布会上介绍 经过七年多的精准扶贫 特别是四年多的脱贫攻坚战 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 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 减少到去年底的551万人 贫困线从832个减少到今年的52个 接近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 刘永复表示 一个我们是要积极应对好 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把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降到最低的水平 第二我们要完成剩余的脱贫任务 第三我们重点要抓的 就是要巩固撑果 在疫情期间 很多平凡的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 书写着不平凡 在武汉市第一医院隔离病区里 有一个90后的小伙 名叫蒋文强 因为他是大连人 所以大家就管他叫大连 他是一名志愿者 也是这个医院里的大红人 因为用医护人员的话说 他上演了一幕 抗击疫情的温暖剧情 2月15号 大连蒋文强本想去长沙一趟 结果误入高铁上 外地回武汉人员的专门车厢 阴差阳错滞留武汉 当我下去以后我就发现问题 他就是没有美票 没有什么都没有 上网搜酒店 酒店没有 叫滴滴滴滴没有 打车打不到 酒店也住不上 举目无亲的蒋文强 开始上网搜索志愿者 想找志愿者来帮助自己 当我在通常受志愿者的时候 下面就蹦出 就是有那个招聘的那个东西 蹦出来以后上面就四个 它就吸引我的眼球了 就包持包住 应聘第二天 大连就进入了病房 对于自己第一次进病房的情形 大连记忆犹新 其他志愿者戴两层手套 而他戴了三层 还用胶带捆得严严实实 我把手伸进饭盒底下的 第一个饭盒 它下面是黏糊糊的 稠的 我刺下去那一瞬间 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哇 它是水啊 有水啊 这会不会 完了我被传染了 刚开始做志愿者的工作时 大连总是害怕会被感染 第二天的上午 一个大爷吧 他的鼻子一直流血 他就那个手指就塌在这个鼻子上 然后一会儿就手指就透了 就变成红色了 他就拿着 他当然他扔不准了 扔到我腿上了 当天 蒋文强觉得 自己干不了这份工作 想另外找工作 但他搜寻后发现 只要是招人的 都是在医院干活 蒋文强决定 硬着头皮干下去 慢慢地 他克服了恐惧 你要养生一个好的 其他什么 就是无论你从哪个病房出来 无论你碰一碰病房的东西 你要养生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立马做手销 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代表不要乱碰 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 教我 也就是一点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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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上班 然后一点一点 慢慢慢慢接 在护士们的鼓励帮助下 大连蒋文强逐渐习惯了 隔离病区里的工作 因为穿上防护服 大家都一样 经常有病人 把他当作医生 想要询问自己的情况 虽然不像刚开始那样害怕了 但一段时间内 蒋文强还是不太愿意 和病患多交流 后来他发现出院的患者 越来越多 很多患者的状态 也越来越好 而他在隔离病区的工作 也越来越娴熟 慢慢地将文强放下了心理的防备 我接触第一位出院的患者 他说他好了 他今天要出院 他说 我特别感谢你们 就开始流泪了 就那一瞬间 我就心想 是真的能好 大连的吗 他总在我这里收东西 做了 我就跟他搞熟了 然后他把他经验跟我讲了 我就很 我很佩服他 真的 真的挺 挺好的 在医院里 大连还给自己立了一个工位 医护人员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 可以到这里找他 慢慢地 大家都和大连熟悉起来 最开始 他只是简单地写了 大连小伙等候处等字 后来 其他医护人员在纸上 添上了很多有爱的图画 他还挺逗的 图画呀 都不论找我们讲话呀 我就觉得 这个人才 他父母担心 孝顺的大连 隐瞒了滞留武汉的实情 爸爸妈妈 我瞒了你们 其实我在武汉 然后 你看到这么多人帮助我了 然后 我挺好的 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的 战胜疫情的时候 就是 我平安倒下的时候 一方有难八方之远 疫情发生之后 广西桂林的一支医疗队 逆行 池圆 湖北竹山 而正是他们的出现 让内里的情况大为好转 池圆湖北实验室竹山县的 广西医疗团队 共有九名医护人员 他们都来自 广西桂林医学院 附属医院 池圆竹山以来 无论是重症病房 流关病区 发热门诊 还是专家组集体会诊 突发性病例分析 处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叶桂山 陈峰 都是重症救治方面的专家 每天他们都要到 病区查房寻诊 实时跟踪患者病情发展 并不断地调整治疗方案 杨清关是影像医学 与合医学博士 为了给专家组提供 准确的影像报告 他每天都要分析 二十余份CT影像 持缘竹山医疗团队的 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 和精湛专业的诊疗技术 受到了寿源方的高度评价 我们具有非常 这个丰富的临床经验 对我们施行工作 具有很大的帮助 对这个影像分析 病人的治疗和康复方面 提供了非常好的 治疗方案 我们把它落实下去 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如果说医生诊疗 是与病毒短兵相接 那么护理患者 更多体现了人文关怀 有着二十多年 重症护理经验的廖春彦 和她的六名战友 用悉心护理 让患者感受到了 亲情般的温暖 华阿姨 看看谁来了 吃点是吧 还好吗 好 我给你带点水果过来 这有水果了 吃水果 不能吃一样子 这个挺甜的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就能让黄阿姨 闻声识人 这是亲密医患关系的 一个缩影 黄阿姨是名 密接流关人员 廖春彦在护理的过程中 发现她没有换起内衣 今天 廖春彦不但给她 带来了水果 还把自己的衣服 带进了病房 送给黄阿姨 虽然只共事了 半个多月的时间 但两地的医务人员 配合默契 在联手抗击疫情中 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通过这半个月的努力 我们大部分的确诊病人 已经好转出院了 这是我们医疗团队的 最大的收获 那么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 通过我们贵俄两地的 这个医务人员的 共同努力 我们一定有信心 有能力 打赢这场疫情足迹战 疫情期间 吉林白城的 赵某在防护物资 紧缺的当口 却冻起了歪脑筋 点起了不义之财 近日吉林白城的 李某报警称 有微商以销售口罩等 防护装备为由 对其诈骗20余万元 接警后 民警随即展开调查 通过走访摩牌 线索梳理及研判分析 发现赵某具有 重大作案嫌疑 通过巡线追踪 蹲守不控 于29日下午14时 在白城市某小区 将赵某成功转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赵某 对其利用疫情 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 李某通过微信 向赵某寻求口罩 等防护用品供货渠道 赵某便向李某 推荐了微商好友 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后 李某先后14次 向对方转账 21.43万元 让李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赵某介绍给他的微商 其实是赵某本人 利用另外一个微信号 冒充的 收到购物钱款后 赵某在网上购买了内衣 将地址填写为 李某指定地点 并用虚拟身份证 将单号发给了李某 声称货已发出 然而李某签收快递时 发现货物并非口罩 与快递公司内衣销售方 沟通无果后 于是选择了报警 赵某自边自演的双簧 也因此被拆穿 经审讯 犯罪协议人还交代了 先后对广东 江苏 辽宁 吉林等地的 其他12名被害人 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 涉案金额达31.41万元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近日上海警方联合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 侦破了一起防疫物资诈骗案 涉案金额高达1300多万元 一月底 一篇内容为 金砖国家生物医学组织 向护上某养老机构 送上一款具有预防已治 新冠病毒功效的消毒水的文章 出现在网络上 并被多家网站转载 这引起了上海警方的关注 很快 警方找到了 自称该组织 中国轮值主席的赵某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赵某低价从某厂架构 得普通外用消毒药水 经过虚假宣传 加价对外销售 而他的两个助手 潘某和刘某则对外谎称 有口罩和额温枪的货员 以此诈骗钱款 张女士就是本案的 其中一名受害人 据他介绍 赵某称自己可以 以金砖医学组织 轮值主席的身份 从其他国家采购 大量防护用品 并以低价出售给他 可当他跟赵某签订合同 并把37万元订货款 打过去之后 却迟迟没有等到货 货到不了 张女士要求退款 可对方一直推脱 他还说我是主席 我下面有这么多常委 我有秘书长 我可以授权N个秘书长 他犯错误了 他不退款 然而叫我来承担 那我觉得他是 跟我在狡辩嘛 警察这个犯罪团伙 骗取了十家企业 和近60名个人的购货款 涉案金额高达 1300余万元 目前赵某 潘某 刘某 因涉嫌虚假广告罪 与合同诈骗罪 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抗击疫情需要众志成城 齐心协力 但是偏偏有一些 不法分子不得手段 趁火打劫 马上连线 央广评论员王磊 王磊老师 在抗疫的这个关键时刻 应该如何惩治 这些不法的行为呢 是的 曹东君 像您刚才所说到的 其实这起案件呢 并不是简单的个案 那么该阵最高检发布的 统计数据表明呢 在抗疫情的 涉疫情的一些 相关的案件当中呢 其中有三成 都是这种诈骗类的案件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 这些诈骗犯罪分子 利益心心 另外一点呢 也是因为整个疫情期间 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 我们的人们的心态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会使得 诈骗分子的一些犯罪手段呢 更容易得逞 比如这起案 这个刚才我们介绍的 这两起案件当中 实际上都是充分了 利用人们对于 疫情的一个恐惧的心理 同时呢 在疫情期间呢 人们外出活动减少 线上活动增加 这也客观上增加了 潜在的一些 诈骗的受害者 那么相比于普通时期 疫情期间的 这种诈骗案件呢 破坏力更大 一方面它固然是造成了 这些受害者的 财产的损失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大部分人都处在一种 比较紧张的 一种精神紧绷的状态 一旦出现类似的案件 就会造成 整个人群的恐慌和不安 影响人们对 整个社会的信任感 从而影响到 整个抗议的大局 所以对疫情期间的 这种诈骗案件呢 只有四个字 就是从快从严 从快是什么 从快就是要 充分利用我们的 素材的程序 简易的程序 和一些相应的 一些比较简单的程序 简化审判的程序 促进这个案件 依法快速审理 从严就是在案件的 法律的适用上 要顶格处理 该刑事判决的 就应该刑事判决 从而体现出 法律的威严和刚性 那么从快呢 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案情的影响 控制到最低 稳定民众的情绪 从严就能够 最好的来震慑犯罪 然后维护整个 抗议的大局 当然从严从快的 前提条件是 我们要依法审理 罪则相当 当然除了对于这些 诈骗犯罪案件 要加快从严来处理之外 还需要我们的 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 在疫情期间 做好对物资的 这样的一个 筹集的工作 对一些新变化 新政策的解释和 传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大家有了保障 心安了 理解了 自然也就降低了 被这个霸骗分子 上当受骗的 这样的一个几率 好 感谢王磊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向 观众朋友争计一下 如果你有好的 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更多移动视频 请扫描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近日 铁路客流 逐步回升 为阻断疫情 通过铁路蔓延扩散 全国铁警坚守一线 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 扰乱治安秩序等 侵害旅客合法权益的行为 全力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自疫情发生以来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 第一时间启动 最高等级勤务模式 统一调度指挥 督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全国18个铁路公安局 75个公安署 启动一级响应机制 加大车站广场 后车室等重点区域的 巡查力度 沿拔进站口 检票口 出站口等重点部位 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盘查 和重点物品的检查 同时与卫生防疫等部门 密切协作 致密阻断疫情蔓延的过滤网 武汉铁路公安局 强化辖区各站通道封闭工作 协助做好防疫物资 到汉转运等工作 全力保障防疫物资运输安全 北京 上海 广州等铁路公安局 加大警力投入 严厉打击 抗拒检疫隔离 传播病毒危害公共安全 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成都 南宁 济南等铁路公安局 开通危警物疫情防控板块 发动广大旅客 共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呼和浩特 兰州 哈尔滨等铁路公安局 加强重点列车的安全巡查工作 确保旅客乘车安全 2月7号 一名男子在无票 未戴口罩情况下 企图强行进入哈尔滨站 不听工作人员劝阻 并殴打知情民警和辅警 随后犯罪嫌疑人马某被警方控制 2月10号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处民警 在工作中查获一批包装简陋 且无任何生产厂家标志 生产日系的一次性口罩 经过质检鉴定为假口罩 在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时 现场又查处了一批假隔离服 据统计试案假口罩假防护服近2万件 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警方控制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除此之外 铁路警方还加大对扰乱战车秩序 侵害旅客权益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2月6号 在大连开往七七哈尔的快1229次列车上 旅客刘某在餐车上醉酒滋事 被民警当场进行 先生 请坐下坐好 有警察来了 我上来 你上来 上来 随后铁路警方依法给予刘某行政拘留处罚 针对涉及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组织民警积极开展工作 重拳出击 依法严惩 助劳疫情防控铁路防线 近日 驰援武汉的蓝天救援队 根据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的要求 对市区内的社区展开了消毒杀菌作业 为消除疫情持续奋战 3月4号一早 支援武汉的17名蓝天救援队志愿者 在黄皮基地整装待发 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武汉市江汉区 唐家敦街西桥社区 在社区开展预防性消毒杀菌工作 多次检查完装备后 消杀队伍从基地出发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应中华慈善总会邀请 蓝天志愿者从全国50多个城市出发 集结武汉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在这里不计报酬 默默付出 我是蓝天救援山东主导官 今天是我们山东蓝天救援 赴武汉援助队到来的第27天了 唐家敦街西桥社区 是一个有1.6万余人口的万人社区 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2公里左右 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 今天总的预防性消毒的面积 大概在68万匹方米 这个这小区呢 它有些没有物业的 所以呢 它可能会有些输入的地方 我们主要是去把这部分呢 进行一下 消杀一下 我们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 它现在所有的小区的都是属于我们 从外面走到一些地方下的时候 进去上网再过来 它是这样一个原先进 那我们先堵这一个大的 先把这个大的搞得住 先把这个大的搞得住 我们就训练往前面走 一直断圈 这个压水 压水 三十多公斤 很重 这段后背以后 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因为它是冷水 冷药水 迷雾机的药水壶和消杀器 加起来有近六十斤重 一次消杀下来 队员全身都会被汗水浸透 所以每进行完一处的消杀 队员们都会有一小会儿的休息时间 我是山东蓝天救援队的一名志愿者 也是早上是富裕法院院的医务工作者 我曾参加过亚恩地战 运寿地战 九年罗建峰救援 江西的王国伟和山东的黄秦 参加蓝天救援队很多年了 在救援任务现场相识 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 这次要来武汉做志愿者 两人一商量都报了名 抓紧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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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五个小时后 蓝天志愿者们终于对西桥社区重点公共区域完成了消杀 蓝天救援队山东队督导官王潇咒说 接下来的任务主要都是社区的消杀工作 明天重复繁重的工作仍在等待着他们 但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 现在准备返回我们的住地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受疫情影响 理发这事就变得越来越不方便了 为此山东危海长城爱新大本营 组织志愿者们去医院给医务工作者免费理发 用实际行动为他们加油打气 更精神饱满地投入到随后紧张的工作中 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医护人员舍脚加雇大家的这种精神感染到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爱新志愿者 也是想进入自己的力量 能够为医护人员做点什么 也是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你说我们作为放映师 别人忙我们帮不上 但最起码的我们说些心里话 就是会这么个手艺 能帮大家提供点服务 就是我觉得很有意义这件事情 3月3号上午 长城爱新大本营又走进了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 为近百名警务人员义务理发 在志愿者们娴熟的记忆下 不到15分钟时间 一直坚守在抗疫情一线的公安干警 便焕然一新 因为前一阶段抗疫人员非常重 我们觉得好多民警附警 因为没有时间 确实一个多月没有理发了 这次长城爱新大本营的志愿者 来到我们分局 为我们广大的民警附警免费理发 我们将把这份爱新 划为我们下部工作前进的动力 截至目前 长城爱新大本营已联合22家理发店 为威海市600多名医护工作者 及公安干警进行了免费理发服务 我们不能再以前想做点什么 我们只能在侯亲 在这个服务保障方面 报了他们做点实情 就是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这种微薄之力 下一步呢 我们准备分屁分屁的 不单的验信 也是把我们这种目视 通过腹肌的方法 按钮扣鞋地 帮助他们 解决眼前的这一点点的困难 近日湖北实验的一名孕妇 突然羊水破裂 由于疫情期间道路封控 情况十分的危急 幸亏民警及时赶到紧急送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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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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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